好 高健 高健 咱们俩拍照吧 拍照 你妈妈还等着照片呢 我跟她说了 咱们俩一起过情人节 你看你现在 联系我妈比我联系的还亲 你看 拍照 当然拍照 什么年累了还拍照片 当然要拍了 这些照片呢 都是我跟小诺结婚以后的 美好的回忆 高总监 你想通要结婚了 奇了怪了啊 一代魔王终于准备放下屠刀 立地成婆了 是这个意思 高总监 我帮你们拍吧 好啊 谢谢 等等 行了 拍照这事我在行 过来 闪开闪开闪开 给你拍 情人节嘛 很难得的 亲密一点 这样好吗 好 我拍的有史以来最甜蜜的最漂亮的情侣合照 许凡 我看看 好 好 亮亮 要不咱们俩也拍一张吧 你怎么又干嘛 你又干嘛 健哥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么好的日子当然要拍照了 来站一块我帮你们拍 来 马来夏双子风啊 中间那么大个风干嘛 这么好的日子 来的亲密一点 来 快点 来 一 二 三 来 不错 来 看看 按手机给我 亮亮 这就是你给我的情人节礼物吗 我好激动啊 我就知道你是认真的 我也没那么认真 不 你是认真的 我心里清楚啊 亮亮 我知道 虽然现在我是排第二的位置 但是你放心 你相信我 我一定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地爬到第一的位置 明亮 天亮 他真的喜欢你 他真的喜欢你 你说呢 小震啊 你不是说你还有一个惊喜要给我吗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到了 那我们先走吧 好啊 来 跟高总监说拜拜 拜拜 高总监 小诺 我们先走一步 你们慢慢吃 全日节快乐 拜拜 拜拜 送给你的 全日节快乐 不喜欢吗 我会收着 但我不会听 为什么 因为我家里有很多 比这个好的耳机 我听过更好的 所以我就不会再听 这样的耳机 但是因为是你送给我的 我会好好把它保存着 要是明亮送给你的 你肯定不会这么说 我告诉你 就算明亮送我奥特曼签名的 美少女战士模型 我都不会喜欢 假话 明亮就算是送给你路边货 你也会拿她当宝贝 为什么呢 因为你喜欢她 我说你 你没事 你瞎推理什么 你以为你是柯南啊 明亮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脸上长胡子就是张飞 手里拿着枪就是岳飞 我怎么不喜欢她呢 难道不是吗 如果你不喜欢她 你干吗刻意对我好啊 刚才为什么不停地在较劲 你就是想拿我气她 如果你不喜欢明亮 刚才明亮亲友志的时候 你怎么反应那么大呀 所以你是因为喜欢明亮 所以特别地在乎她 不对 我甚至觉得 你已经爱上她了 我能 我根本就不会爱上明亮 那你到底喜欢谁啊 你完全可以告诉我呀 免得我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谁都不喜欢 我真的谁都不喜欢 你爱过吗 不是 我爱不爱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什么爱爱爱 你说有那么多人 他们在一块儿 他们都是夫妻 表面上那么恩爱 私底下 他们根本就 什么狗屁都不是 这叫爱吗 这叫伤害 我不这么认为 也有相爱相守一辈子的 比如说你爸你妈 你已经爱上明亮了 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倒是我这样一个局外人 看得一清二楚 我是输给亮亮了 不过没关系 愿赌服输 你是一个 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女孩 真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说实话 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到 一个比我爱你 爱的很多的男人 那那个人真的不是我 对不起 没关系的 我就当我是看走眼了 你放心吧 首先我不会纠缠你 其次呢 你妈妈那面我会交代清楚 我就说是我的问题 最后 我想说 对不起这三个字 是女人最讨厌的男人说的话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自己慢慢吃吧 你可行 你ок着点 你也不顾 Од學 你快点罐 你天啊 乱免得来 睁眼就不睁眼 睁开眼睛吧 怎么样 我为了这套房子 我找了好几天呢 当作送给你的情人节礼物 房子 你送我房子 四公主 你们家是土豪啊 这房子我可买不起 是租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存钱 总有一天 我们会有一套属于我们真正的房子 那我就不明白了 我不是没地去啊 你给我租房子干吗呀 你不是一直都住在高总监那儿吗 我觉得这孤男寡女的挺不方便的 而且她女朋友不都有误会了吗 所以我就想啊 找一间离公司近 离我家也近的房子 我好照顾你 你自己也方便一些 等等 可以让我说完吗 明亮 为了今天 我准备了很久 有一家不错的广告公司 新成立了创业部门 想挖我过去 为了你我拒绝了 你拒绝了 你拒绝了 你脑子被门挤了吧 苏勇志你拒绝了 你有毛病吧 脑子是实用的 不是拿来摆装饰随便看看的 你倒是用一用啊 你这有个新公司开了一个新部门 这样多好的机会 你干吗拒绝 你说为了我我就 我为了要跟你在一起 别别别 这谈别拿爱当借口了 显示自己的无能 前途是你的 人生也是你的 我 我担心 我爱你 我想和你好好在一起 有什么不对吗 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你认识他吗 几斤行两重 高碍胖手你知道吗 说得容易 你倒是好好想想 你这个爱是脱口而出的 还是听过深思熟虑想过的 我当然是深思熟虑想过的 给我个机会 让我证明给你看 不需要 如果你说你为了我 愿意放弃自己的梦想 那我告诉你 这种事情不是爱情 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就是你愿意为了它 给你更多的动力 去寻找更大的梦想 明白吗 难道你真的是为了这个 才让我去别的公司 没有别的理由 不然呢 在你心里占据第一位的 永远是高总监 所以我才排第二队嘛 什么东西 什么乱七八糟的 胡闹 我知道了 原来真的是这样 原来你一直都没搬走 就是这个原因 我都跟你说了很多次 不是不是不是 高总监 什么 还有别人 难道我现在只能排第三 第三 你还排不到第三呢 十三 第三十的还 好难啊 姐姐跟你说 爱情呢 就像是碎玻璃一样 握得越紧伤得越重 我跟你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真的发现你是一个好人 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 不要为了我 放弃自己的梦想 放手吧 晴月姐快来了